開會 現在請各位同仁提出質詢 好 曹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副縣長 立書長 以及在座的局勾室 吳安大家好 今天對 本席對昨天的議題 就是說 我想說是請縣長 跟我們財政局局長 就是說房屋標準單價這個部分的認定 因為今天在網路上面就看到了 我們連江縣的房屋標準單價 是超過金門的三倍以上的標準單價 這個時候我想說跟縣長 昨天你也答覆本席就是說108年 那我們在這個評議委員的時候 這個單價的部分是不是重新認定 它所有的標準單價以及所有的路段率 在這個部分我想說在這邊拜託我們縣長 我提供這方面的資料給你 就是說連江縣的房屋標準單價 以及金門縣的房屋標準單價 這兩個落差將近超過三倍 再加上我們連江縣 這一次的評議委員評議出來的時候 增加了40%的波動 造成我們相信在這部分的權益上 對我們連江縣政府財政稅收這個部分 產生極大的疑慮以及憂慮 我想說這個部分 我到時候再提供我們手上的資料給縣長做參考 那今天對於我們連江縣衛福局大同之家 以及我們連江縣縣立醫院的護理之家 在這個部分請縣長能不能很明確的 讓本席清楚的了解說 現在我們縣立醫院的大同之家 以及我們縣立醫院的護理之家 這方面所承載的能力 人員配置以及容量夠還是不夠 請主席財事我們縣長你做一下答覆 好請縣長做答覆 非常謝謝那個曹議員 就是關心我們縣立醫院護理之家 以及我們大同之家 目前的一個承載狀況 目前我們護理之家 我所了解就是我們目前開放 實傳目前收輪的人數 我偶爾也會過去看 大概都維持在五六個人左右 那我不知道現在確實的人數是多少人 我前一陣子去看大概都維持五六個人 那我們應該還有四五個的空間是可以利用 那我們護理之家 原則上我們還有可以加床的一個空間 如果是需要我們還可以做四處的一個加床 那大同之家的部分 我們目前就是還有幾個空間可以提供 是 我就答斷你的這個答覆的情形 我這邊的數據就非常清楚的 我跟縣長報告一下 因為這裡面的執行的內容 是本習在三年前就憂慮的問題 現在已經浮現了 現在已經浮現了 現在我們大同之家的收農狀況 法定的人數有三十四床 隔離床一床 安養床十五床 養護床十八床 目前收農的安養十三床 養護的十三床 日照的還有兩個人 現在各剩下三張床 那這裡面所潛在的危險 我剛剛進來 你們在協商的時候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接到我們鄉親的電話 他失智的老人家 我們大同之家不予收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們鄉親已經都在在的 希望說老人家在這個部分 能夠安養天年 讓年輕人能夠在地方上 正常的工作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縣立的護理之家 目前總計可收農量是十床 目前已收農了八床 剩下兩床 已經有三個人提出需求 請主席財事 我們衛生局局長您做一下答覆 好 衛生局局長就答覆 現場請坐 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我當時已經非常清楚的 看到我們連江縣 未來在殘兆這個區塊 如何去照顧這些老人家 如何因應 如何因應 地方真的成長的這些高齡化的社會 和造就的一些問題 我當時就已經講了 希望說連江縣政府 盡速的能夠規劃 甚至成立一個專區 去照顧這些老人家 包含我們在座的縣長 這個我們會去做 我們會去了解 可是我今天所得到最最基本的資訊 因為從長期照顧 長照的護理資格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看到 需求不夠了 現在已經進入八床 有八個老人家在那邊 受到我們連江縣政府照顧 可是現在已經有三個人提出來 那現在怎麼辦 那現在怎麼辦 局長 主席謝謝裁員 對我們老人安養的關心 護理資格目前 我們是開設十床 專註十床 那應該是還可以 就是再接受我們的長者進駐 那 局長 不是叫應該喔 我為什麼會要打斷你這話 我就講過了 我現在把所有的數據都告訴你了 現在的法定可容納的三十四床 包含我們護理資格現在可容納的是十床 護理資格是在縣立醫院 對沒錯 我知道啊 那護理資格的部分 我們要先評估 可以先評估說 看老人家的狀況是不是有三管的需求 然後就進駐在護理資格 或者是 局長 還有大同資格的養護 這兩邊是可以互相的 我是不滿意的 我是不滿意的 我曾經在三年前我就講過 我曾經在三年前就要求我們 我們在這個部分 以你局長的高度 再主持這個所謂的殘兆計畫 這裡面的整個的機制 你應該看到未來的發展 我就講過了 你要看你的高度 你要看長遠的 我們連接一件未來的需求 你三年前本性要求 你那個時候就應該要去規劃 去規劃說 殘兆 護理資格這個部分 容納十個人 現在已經八個人 甚至你超過六個人的時候 你就要去想說 哇不得了 以後我們老人家的需求可能會暴增 對不對 那你就要去規劃 因為你產占的所有的產占 所有的設施 所有的設備 所有的人員 或者培訓 你都要一個七層的計畫的培養 你突然間 暴增了 那現在本性再問你一次 現在護理資格 護理資格已經只有十船 你說就有其他的空間可以利用的話 那目前八船 剩下申請的三船 如果這三個人進來之後 是十一個人已經暴了 暴了之後 如果後續再下個月 或者有需要的老人家 還要再申請進來 你一點規劃 連去做都來不及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跟曹醫院報告 我們護理資格是在縣立醫院裡面 所以本身縣立醫院的病床數是足夠 病床數是足夠的 可是在本系所了解說 你當你在病床的時候 要經過一個禮拜的這個週期的體檢 瞭解他適不適合轉到護理資格去 這很清楚的 這個整個流程都在啊 可是我要的不是你所回答本系的 就是說 欸 現在目前還夠啊 欸 現在還有兩船啊 跟曹醫院報告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當初剛開始開辦護理資格的時候 大概都維持兩船到三船 那時候我們還怕說護理資格閒置 那現在的需求有比較之前 比之前要提高 那我們一定會評估說 在急性病床要出院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評估啦 就是說這些長者從急性病床出院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轉護理資格 或者說回到社區 我們做後續的長期照顧 居家護理也可以 不是說一定要在機構裡面來照顧這樣 是這樣嗎 是 是 你說居家照顧也可以嘛 是 是 那我等一下就會問你這個問題嘛 可是現在已經達到飽和的狀況之下 當時本系就要求說 希望你有長遠的規劃 到現在為止 局長你請坐 我還是回頭回來 請主席財事我們縣長你做一下答覆 局長你請坐 謝謝曹緣 不過我會希望說機構照顧跟社區照顧要並行 好 你請坐 局長請坐 請縣長做回答 你剛剛聽清楚 本席 憂心的這個問題沒有 聽清楚了沒有 您 師傅答覆一下本席 跟 以標議員那個報告 那 護理自家 我之前 前一段人去大概都維持五六個人 所以我不知道目前已經增加到八個人 這部分我想請我們衛服局跟現年立即評估 我們可以立即的增加病床 我希望你在這邊立即財事 不是立即回去評估 為什麼呢 八床的護理自家 已經有另外三個人提出申請了 十床的額度 如果這三個人評估都可以進出的話 那另外一個人是睡走廊還是睡你家 不會 一定以後會有病床 對嘛 好吧 你說一定可以有病床 可是如果說後續的這三個人進出之後 我們相信 看到憲政的推動這福利政策這麼好 我老人家也可以按照相關的規範規定 送到護理自家去 除了居家照顧之外 那老人家願意去的話 也配合了政府的政策在推動 那他去 他申請 他找誰啊 他睡哪裡啊 你放哪裡啊 我的問題 不是在現在 我的問題 我說過要有長遠的規劃 你第一時間 第一個騎乘 還怕說 空在那邊變成文字館 可是政府政策的推動 讓鄉親感受到說 政府照顧得比我兒子還好 我要去那邊 兒子說 我沒有這個能力再照顧老人家 可是他的行為 各方面 還可以讓政府去照顧 我去做我的工作 就很清楚了 可是三年前如果說 那個時候提出了計劃 到現在爭取預算幹什麼 就算現的配合款 中央福利政策的前驗注 應該可以解決問題了 可是如果說現在 我提了你再不去做 你下面連任的這四年 你是非常痛苦的 你不知道跟地方這些老人家 長者你如何交代 要看到未來 看到問題 看到未來 我們相信的需求 我就講過了 在座所有的主管管 你看的 不是你前面現在的位置 你看的要連加線 以後未來的發展的需求 要的就是這個高度 就很清楚了 現在你看 護理之家 大同之家 都已經到了這個臨界點了 你們還沒有那個感覺啊 還沒有危機意思說 這方面的需求已經增長到這種程度 我們以後老人家怎麼辦 我怎麼樣去信奈我們 劉正義現場的政府 你如果讓 可以讓我們真正變成一個幸福島嶼 幸福城市 讓這些人 這些家庭 無後顧之憂 那才是你今天做到的這一點 你現在做得很棒啊 為什麼會忙 這不是沒有原因啊 就是因為你福利政策做得好 相信信任你 覺得說馬祖真的是可以承受 我們政府都在規劃 照顧我們這些老人家 才是幸福島嶼的基本根源嘛 是不是 所以說在這個問題點上面 我希望說縣長 真的我以眾欣賞的拜託你 為了鄉親的需求 尤其這方面的 現在已經是不足的 你回去以後 希望說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不管是縣務會議 或各局勢主管匯報的時候 你提出來 你要求馬上規劃 馬上規劃 你可以把這些問題拋出來 馬上研究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達成一個共識 如何監製 如何監製 如何培育這些人才 要進入這些東西 來照顧我們這些老人家 你把每一段的計畫全部都做好 你這才是一個所謂的縣政府 一個態度 面對鄉親的一個態度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跟曹議員報告 這個縣立醫院 是在我手上建的 當初我的目標 就可以開一百床 那目前我們真正開放實驗 才三十幾床 那駐床率 才維持三到四成 所以說我們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做這樣子的應變 那如果這一方面 護理之家需求增加 我也請我們衛福局 協助縣立醫院做必要的應變 很快就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 護理之家服務給我們鄉親 那我們護理之家的護理能力 也是跟我們縣立醫院的護理部 人員也是互相交流 互相支援的 人員的應用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相信這方面民眾有這樣子的需求 我們是有能力做這樣子的應變的 特別跟曹議員報告 市長 因為我所了解的狀況 跟你的認識上有一段差異 護理人員用資源的方式 在照顧這些老年家 現在已經滿額的狀況下 你可能還不了解說 地方真正的一些需求 如果說我今天三個人核准了以後 你多了一個船 好 你安排在哪一個地方 可是如果後面 我再增加了兩三個三四個人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整個癱瘓掉 你整個縣立醫院的護理之家癱瘓掉 不會 我們醫院的護理人員 他們都有專業的應變能力 我們護理人員 我相信他們做得到 做的 不是公德醫院的工作 不是 我們會依照規定來做 所以說你要有一個長遠的想法 或者說現在看到問題 趕快去規劃 我要的是這一些 讓他們有後顧之憂 我就講的嘛 我這邊電話剛剛才寄的 他父親失智了 已經提出需求了 我們大同志家不收 那我們縣立醫院要不要收 這是一個問題 我會後我會去了解 我會幫他詳細解決這個問題 他已經提出好幾次了 在這個部分 我很清楚的就是說 現在大同志家收容的狀況 以及現醫護理之家收容的狀況 全部已經達到臨界點 你要規劃後面的期程問題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縣長能夠在最近的時間 把這個問題做一個告一個段落 好不好 決定 趕快建置這些東西 是的 好不好 好 縣長請坐 下面的問題 還是就叫一下我們衛福局局長 請問局長在疫情中 目前有兩個單位 有兩個單位 願意接辦地方的西級的社區殘兆服務長 這個中央針對地方的老人福利 到現在一年了 我沒有看到任何動作 是不是請局長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請主席財事我們局長做一下答覆 好 請謝局長做答覆 謝謝曹議員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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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確目前 三龍的據點是馬翔協會 還有金沙據點是馬翔協會 還有金沙據點是馬翔協會 來承接這個計劃 西點的計劃 那大龍之家是承接B點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的衛物也已經合定了 好的 那局長 就是說西點的部分 三龍社區發展協會 以及馬翔公司願意進駐 來協助我們推動這個所謂的殘兆的部分 對不對 西點的計劃殘兆的部分 他願意介入 然後金沙一個分點 也願意做這方面的服務工作 對不對 我們也跟兩次會開過兩次會 也開過兩次會 那我請問一下局長 你是不是有深入的去了解這些單位 無法進行是遇到什麼自愛難行的一些問題跟困難 一個是開辦費 就是開辦的時候所增加的設施 那開辦費50萬他們評估50萬可能買這些設施可能還不足 那另外一個就是人員的薪資 那衛武部所核定的薪資 跟我們原來報給衛武部的薪資是有一點差距 對不對 這個是賴清德最厲害的地方 你一個局長你的薪資結構是怎麼計算來的 人家要配合政府做這些所謂的西級的殘兆社區服務站 你們所評定的這些薪資是怎麼評定的 他們沒有辦法做是什麼原因 對不對 你所外導我們所需要的人力 跟所需要的設備 這些他們不像賴清德講說 你叫我來協助我們地方發展這些所謂的殘兆計畫的西級社區 照顧這些老人家 我不是做功德院 我來這邊我最基本的我要一些經濟收入 我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少賺一點沒關係 可是你不能讓我虧 跟照顏報我們現在都還在設法解決這些困難 因為包括這些比較有經驗的這些專業的同仁 因為如果說是在地的同仁還好 因為家都在這邊 那我們照原來的薪資是還可以 那如果說他們是從台灣奔倒過來 就你這句話我打斷你 我打斷你你先不要回答我 包括時數他們都要考慮 你先不要回答我 是 你這種思維邏輯邏輯就不對 我們在地的人去做這方面 你可以把這個開辦費或者這些相關的費用壓到 他只能夠讓他苟延殘船 外地來的他可能會有一些 不是這個意思 他可能會有一些額外的所謂的租房安息 所謂的其他的費用的衍生 對他們是額外支出 所以說你不能用這種論點去評估這個的價值是在哪裡 都會有一定的基本薪資以上 對嘛 所以說你基本薪資在你的認為說 你們可以接受 我給你現在一個月三萬多四萬是夠的 我請問你啊 現在台灣的長照人員 一個月的薪資 三萬五到四萬五到六萬都不等 他來你這裡外島做啊 跟曹元寶應該沒有這麼高 那是你在公家機關所看到的這些 看到的這些等級 這個只是薪資結構的問題喔 那公司的營運 要不要有收入啊 一個是月薪資的 另外一種是 所以說 你的觀念就不對了嘛 另外一種是照顧員 是用長照2.0的薪資 你是一直用 你一直跟我講是用薪水去請這個人 去做這個長照計畫 人家公司開的 店開的門要吃飯啊 如果說他在這邊做20年 你都是用薪資去養他的話 那公司會開嗎 跟曹元寶我們 我們這部分我們還會再開會討論啊 因為如果說真的 所以說我現在只把問題 有不足的話 我只是問你說這些自愛難行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你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這方面的困境 因為他們把問題都拋出來了 因為這我也了解過啊 我只要說你到底是什麼原因沒辦法做 什麼道理沒辦法做 曹議員 如果說實際不足的話 他給我的只是薪水耶 他只是給我死薪水耶 我們會檢討經費來源 是 是不是 如果說這裡面的經費問題 經費部分B級跟C級單位的預算結構 跟中央負負貸多少 我們地方 是不是能夠承擔的負責 我們會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問題 為什麼我會提出來 我當然是一直勸他們 希望留下來 把我們縣長 在C點這個部分 持續的做推動 後來公司來這邊 公司來這邊 我坦白跟你講 賬算在那邊 公司來了一年三個月 虧了將近六百萬 跟你們講沒有一個人會相信 公司虧了六百萬 這個有賬可以查的 人家當時是希望說到馬祖來投資 這方面的所謂的殘兆計畫 所有的B點A點B點C點 他們都想做 可是我們政府給他什麼樣的政策呢 沒有 只是說我們要做的 我們B點的部分 我們大眾之家可以去做 以這些所謂的殘兆計畫的錢 你當初應該要怎麼編的 怎麼做的 你應該把這些都放出去 你們要想進來做 你們要想做什麼東西 你們應該要去問他們 你們台灣是怎麼做的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做 如果錢不足的部分 我們連加線政府是不是有錢可以去配合 去建制所謂的你們連加線不足的地方 他們願意投資啊 但是就講了他們願意投資啊 可是問題是說 我們政府在這個反應能力不夠 後來這家公司撤出去了 撤走了 我還特別去拜託他們說 你們先不要走 我們先問一下政府 現在目前衛福局的態度是怎麼樣 他說沒辦法我虧不下去了 四個人 全部都虧了 虧了六百多萬 跟曹元寶 這個事實上 這個是他們公司個人問題啦 可是本身我自己身為地方的議員來講 我是請 拜託他們說 如果來 馬祖這邊了解看看 我們殘兆2.0的推動計畫 可不可行 他們被我講了以後 哇 馬祖可以住喔 然後就集資 就來了馬祖來了幾堂 包含所有團隊來的時候 最高紀錄一次來的13個人來考察 包含台灣的整個一個護理長都來了 告訴我說 馬祖這邊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那邊的醫療團隊也可以過來 可是問題是我們臉下就完全沒有回應 這必須要有相關的硬體 軟硬體設備都要有 不是說只是人員進來而已 沒錯吧 當時也講了嘛 他們可以接大同志家 他可以 甚至可以找這些營區拿來整理 甚至我們樓民之家 他們都想說拿去整理 可是問題是我們政府沒有這個態度 沒有這個態度 沒有這個態度的時候 我當時不是講嗎 希望說把所謂的剩餘的營區拿去做整理 做一些非常好的規劃以後 我們可以展現出我們這方面的能力 可是都沒有做 事實上如果說以最可行的方式 就是我們目前規劃的方式 就是由大同來做B點 然後我們找社區的兩個據點做C點 這是目前所推我們成本最低 然後最可行的方式 如果說曹議員說你 你這個想法 把那個據點就是軍方的據點拿去整修 那所花費的金額可能更是數倍於目前所執行的方式 我如果是一個廠商 我現在告訴你 你把這個據點移撥了以後 你移撥給我們 我們花錢去整理 要你連接新政府的錢 不要 條件很好 你應該給我們的費用是多少 我們花錢投資 這是我們理所當然應該做的 想要賺錢 可是你政府變成那種皮毛的錢 他怎麼做 今天在那邊是講私話 可是用這個議會的殿堂 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你的態度 可能要做一個思維 現在 前面這個問題 就是縣立醫院 護理之家這個部分 大同家這個部分 已經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以後衝擊到我們連接線 後續的殘兆計畫的問題 除了你會講 在居家照顧之外 如果說我們相信提出需求 你怎麼辦 問題 點 不是在居家照顧 如果說居家照顧 政府的殘兆2.0 推動的部分 如果不足的部分 他們相信 我們相信 提出了需求 要住到護理家去 要大同家去 你現在全部都已經達到臨界點 都已經爆了 這部分我們有在評估 我的意思只是說 機構 機構照顧 跟社區照顧 要並行 所以說 你都不需要答覆我這些問題 我現在只是說 看到問題 以你的高度去規劃 連接線 未來的發展 需求 希望說 我今天在這邊 再一次的拜託我們局長 跟縣長去討論之後 如何去照顧 我們未來 我們老人家需要的一個場所 是不是要去規劃 是不是要去重置 這是問題 這個是問題 不是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你所編列這些預算 是不是讓人家能夠來這邊投資 來協助我們縣政府 照顧這些老人家 你的問題不是醫藥 你的問題是ABC藥 有關護理治療跟大長治療 我們首先 是會先檢討內部空間 你對吧 你現在只做 我不是跟你講的 你不要看到前面 現在目前我們現在 連接線政府碰到的瓶頸 在看前面這一塊吧 不要看前面這一塊 你要看到說 我們恐慌局長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 恐慌局長 你住的後面 要不要我們協助 就是這樣子 我要你看遠的地方 不是看現在 碰到問題 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我現在你就說 我們後面有辦法解決說 人家送進哪一個 我做一個 那不對 你現在趕快去規劃 未來三年以後發生的事情 你連接線政府 你不要怕這個地方建制起來以後 變成文字館 你走吧 我們會規劃 好 這個部分我想說 現場你也聽到了齁 你們 要看到我們馬祖連接線 未來的需求 我們鄉親這一方面 因為 說句難聽的話 我不要多久都要連接線照顧啦 年紀大了 可是在座的機會 你們年紀也不會比我小啊 是不是這樣 好不好 我想說 幫我們老人家多想一點 你的高度放遠一點 看遠一點 好不好 那機構照顧是需要的 我們是希望說 老人家盡量保持身體健康 在社區裡面是更好 我也希望啊 是 是 我也希望 局長你好了沒有 對 好了 好 謝謝 局長請坐 謝謝 三位